大家好 我现在天津正打算乘坐双层敞篷的观光巴士 带大家兜一圈 从火车站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了天津之眼 旁边还有夜市 这是步行街 登上了双层的敞篷巴士 门票花了30块钱 坐在了最后的位置上 一会儿即将发车了 旁边就是海河 观光巴士发出了 旁边有一个码头 天使坊的 我们发车的位置也是维泰的终点站 是天津的一个地标建筑 天津之眼和天轮 它高度的是110米 在最高顶上可以看到 最近从期三分之二面积的风景 就因为圆圆的形状 让人的一个眼球 可以吸引到几点 那么这个 这个桥的名字呢 叫青桑桥呢 它的上下的软头呢 都可以通过 在这个桥上回看 旁边的车 海河桥最佳观景点 海河桥最佳观景点 既可以看摩天轮金刚桥 帽钉都是采用狮子头的 看 协定面是古文化旅游街 这几点的 你没有看到 那这几点呢 那这一天呢 有一天 也就是天津的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 第一天 是第一天 就是第二天 旁边的 在台湾开始的不行劍 今天呢 天津的工艺铁 要您去大一点的都有 那去西北三杰 决赵材助教练生化 这一天 初期有一个中文周刊的道具 后方这拔角的位置 有一座非常气派的大楼 上面写有说一句号三个字 现在是天津银行在使用它做办公楼 这是当时北方民族最大的银行 因为洋人来到天津开通了通乡口岸之后 陆续开设了很多家的银行和洋房 公园的1404年就建了天津城 天津城的名字也是它取的 天津二字是指的天子经过的渡口的意思 天字是渡口的意思 当时天津城的名字叫做天津位 600多年前的天津的老城 老城的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看这两个石狮子的往里看 中间的三层就是银楼 如果离近了看的话 中间的紫楼它是在两部分的 南市的食品节 这个造型有点像一个倒扣出来的太师爷 这个都是天津的百货大楼 那现在呢就是这座桥的北安桥 这座桥是北安桥 也是最漂亮的一座桥了 看还有金市呢 看看右手边第一高楼 新闻 城市规划展览馆馆 再看一下前面 都是罗马式的建筑啊 这应该是意大利的风情街吧 像是一座城堡 玉米楼 这可是天津第一高楼了 一共有79层的 天津火之站 现在时间已经是下午六点 中心的淡丁广场 马克佛罗广场的这条路 那梁启超的纪念馆 和曹宇先生的曹宇部居 也是在这条路上可以前往 那左手边呢 有一个建筑比较特殊啊 它上面像戴了一个大的圆的帽子一样 这个呢叫圣津堂 它是天津的圣津堂啊 台湿的环峰 黑板桌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隔鱼色 天津色 左手边的这种 黑板色的建筑 也有一片欧式的建筑 它是另一个国家的租界 奥地利的 奥地利租界最有名的 是两个龙龙的租界 从隔江和盐石海的 都在我们左手边的岸上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黑色的铁桥啊 也是在架在海河上的 它呢叫金康桥 1895年光系年间就有了一个百年老桥 那秦深深雨萌萌啊 有一个罩杯的壮举的游戏传啊 它呢是在金康桥取景 哦 秦深深雨萌萌 原来是在这儿取景的呀 现在呢我们的对岸啊 这一天呢就是古文化街 580岁的古文化街 又回到了发车起点 准备下车去吃饭了 前面有一家狗不理包子铺 去尝一下 两河交汇处 来到了古文化街的码头 斜对面有很多的餐馆 这是一座什么楼啊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到了狗不理包子店 有各种各样的蟹黄包 还有猪肉口味 上楼 上楼 点菜 上来了 装修的特别好 随便找一个座位 手机点餐 这就是 狗不理包子 有三鲜包 酱肉的 酱肉的 梨脊的 蟹黄的 韭菜的 88的蟹黄包套餐 套餐上齐了 稍等啊 还有包子 饭菜上齐了 这就是在天津吃的果腹里包子 是蟹黄味的 还有各种小菜 一共是88 尝尝这包子 薄皮大馅 哇 里面确实是蟹黄啊 甚至吃到了一股鲜虾的味 还有三样小菜 小米粥是甜的 全部吃光光 包子扑出来 走在了进步大桥的桥面上 斜对面都是城堡 意大利的风情街 在这里 准备到对面的桥上啊 带大家看一下 这还有一座码头 最高的楼 是这座玉米楼 晚上相边 还有广场舞 广场上还有萨克斯舞曲 双人舞 这也是海河边上最为热闹的广场了 这就是天津的夜生活 对面大桥 北岸桥 金碧辉煌的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打算徒步回去 这个视频啊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 好 帮我 太宁准还蛮了 我看到 我看你 是 我看你 正常